国内外不少大企业近期纷纷组队踏足我国数码银行领域 包括Grab、Boost和东海集团等抢摊 以便在银行领域分一杯羹 究竟数码银行是否在本地受落 今早线上有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刘李玉 为我们分析大局 李玉早安 主播早上好 您看好哪一个财团组合 能够在我国的数码银行业先拔头筹呢 从投资方面来说 这个新领域的前景您认为乐观吗 比较喜欢这种大财团的 背后的数码银行 比如RHP的 甚至AON Credit Services的财团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bank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做组队去做Digital Bank的话 是会帮助到他们的 整体上的operational的 这个business operation的这个segment 那另外一点 我想就是看的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我觉得Digital Bank不会特地的去 去剥削这些conventional bank 传统银行的这个盈利 所以我觉得它的杀伤力 就是可以 它的这个前景 我觉得还是很neutral的一个情况 因为 本身的assets是相对的少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威胁到 这个conventional bank的情况 它的自己本身的那个前景 可能也是相当的neutral 相当的平稳 是的 李玉 那您认为跟传统银行比起来 这个Digital Bank 数码银行的优势在哪里 它有可能会逐渐取代掉 传统银行的服务吗 我觉得它的这个 它的asset就是可能比较小 所以他们的发放的这个loan 也是可能给一些比较underserved的这些民众 就是可能一些人没有办法去拿 得到这个loan from这个conventional bank的话呢 基本上他们就可以从这个Digital Bank 拿到一些的这个贷款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他们有一个underserved的这个market存在 那另外一点 如果我们看这些underserved的market来说 也不是并不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它的前景是相对的就是平稳 它不会特别的太过激进的去做任何的一个贷款 因为它可能它的这个整体上的业绩的这个转换 也是要等到三五年才可以break event的 所以我觉得在前期来说 他们的focus还是就是要拿多一点的客户 第一就是可能他们用deprecity去吸引他们 那第二就是发放这个贷款 但是贷款其实也并不大 所以他们的market也是其实没有太大的杀伤力 去危害到这个传统银行的这个前景 是 那非常感谢李玉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谢谢您 谢谢